AudioJungle AudioJungle 一百年快过去了,世界还是那个残酷的世界,叙利亚外交失败的照片,在各大网页刷了屏,紧随其后的是更多出目惊心的照片视频横扫网络, 在这之前小编曾在网上看过很多人还在质疑和平年代,还需要军队需要军人吗?这样的帖子,如今小编想说,你知道叙利亚今日现状吗?你能想象我们一出生就生活在和平年代的背后,还有这样一个世界吗? 看到特朗普发动没有硝烟的贸易战,看到我军为了守卫国土完整进行以此次声势浩大的军事演习,你还会说和平年代不需要军队,没有战争吗? 请每一位朋友用三分钟时间,听听这些儿童对战争的控诉,我国吸取教训,记住沉重的历史不断前行,再也不会让历史充演,看到这些你还会觉得战争离我们很遥远吗? 有人说战争可以推动人类发展,历史的进步,却也可以将文明毁于一旦,正所谓新,百姓苦,王,百姓苦,战争对无辜百姓意味着什么? 2016年8月17日,叙利亚阿勒托遭遇空袭后,一名浑身沾满血污的小男孩奥姆兰,从瓦砾中救出来时,已成了一个土人,左脸血污一片,左眼瞼已冲血肿胀,争不开了 待坐在救护车前,叙利亚内战中父母双亡的孩子,睡在自己父母的坟墓旁,那明明四岁小女孩,看到记者手中的相机,以为是枪,立刻举起双手投降 马士阁附近的杜马镇的临时医院,在空袭中满身,嗜血的小女孩,在杜马镇,受伤的少年正等待治疗,在空袭中幸存下来的孩子,满身尘土,经握着双手 好不容易找到一小快囊的难民爸爸,哭着喂给他的孩子,战争让他们失去了家园,无法维持正常生活,只得簇拥在城市的残骸中,排队领取食物,等待援助的食物和药物 为了逃离苦难,他们只得举家逃亡,用尽各种方法逃去另外的国家,在这个过程中,有太多人死在了逃亡路上,一艘西班牙非政府组织救援船 从地中海利比亚海岸附近救起那名,叙利亚那名女孩Helsey的独自一人,躺在救援船中,即使得到了救助,逃出了苦难,最终闭上眼睛就出现的噩梦,却永远都在折磨着他们,小小的年纪就经历战争的洗礼 也许你还在陶醉在战争电影的大片中,看着手握着枪炮,开着飞机坦克,用着各种现代化的武器杀红了眼,大呼着打杀的镜头 场面火爆让人看了就热血激昂,可小编要说,上面那些图片才是现实,现实是什么,没有马赛克来遮挡那些血腥的现实,残酷的场景在强大的剪辑软件,也无法删减的镜头,死亡,逃离家园,被驱逐,生离死别和不知,是否还能看到明天太阳的惶恐不安, 一个个单纯不知道发生什么孩子的眼神,这才是战争下的现实,这样的现实,也只有那些经历过战争的人,才能真正的体会和平得可贵吧 文章最后分享一首歌给大家,这是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一片废墟中,十岁盲童A.M.和40名小伙伴唱起一首心跳 这些孩子,全部来自附近避难所,他们因战争逃离家乡,有的人甚至其次举家搬迁,希望这首歌,这些无家可归的孩子,能唤醒一些人的良知,动动手指转发,让更多人看到,和平来之不易,且行且珍惜